傳說對決今天做了四周年的大改版 這一次改動的真的非常多 所有玩家都會受到影響 最常用的魔紋都被削弱了 以及部分英雄從此 還有很多英雄都被調整了 連打野都被削弱了 今天有滿滿的內容要跟大家分享 歡迎看完影片的時候 對影片留言 分享你的心得喔 第一個影響傳說對決 全節奏的地方就是 除了這個視野模式 那這個道具到底該怎麼用呢 假如你們中部的防禦塔 直接爆掉的話 在家裡的外面會有兩顆綠點 踩下去的話可以偵查你們 紅藍buff視野的野區莫拉 你再也不能在那邊 偷偷的刷大給我們藍茵的 再來這一個細節呢 我看官方好像沒有特別的強調它 防禦塔的傷害做了改動喔 具體的傷害改動 疊加的幅度從30%調整到60% 疊加的上限從250% 直接高升到400% 也就是說在這個版本裡面 打野或是輔助要幫忙扛塔去塔殺 又更加的困難了各位 在前面提到打野削弱的部分 除了芭蕉猴的血量調低之外呢 幾乎所有的野怪 血量和物理防禦都有所提升 紅藍buff給的金幣 也從62塊變成60塊 小野怪的金幣也從52塊變成50塊 但是在這個版本之中 所有的魔龍 深淵古龍 凱撒 玄冥飛龍 擊殺額外 會有80的金幣 死刺野怪的金幣也有所調整喔 魔龍的從50塊變成60塊 凱撒同75塊變成70塊 深淵魔龍金幣也下降了 玄冥飛龍的金幣也下降了 不過現在只要擊殺的英雄 都可以獲得額外80%金幣 也就是說這個版本的魔龍必打 各位殺一個魔龍 比殺一個人有用多了 這次的改版我覺得有個很棒的 一點就是戰場的體驗改良 有什麼具體改動呢 開場購買的裝備 是可以原地賣出的喔 新生的機制開場23秒 可以原價賣出你的裝備 也就是說有時候輔助和 呃凱撒路可能有些誤會 這是裝備可以調整的 另外就是五連殺的判定時間 延長了官方認為 拿到五連殺的難度真的非常高 所以呢 四殺到五殺的判定時間 從10秒鐘變成到了 20秒鐘五連殺的時代 來了各位有沒有非常興奮啊 影響最多玩家的部分 就是輸出型的魔紋 鬼爪 萬鈞聖雷 以及死亡詛咒 都有所調整幾乎傷害都降低了 比較冷門的魔紋呢 像是賞金獵人 刹骨 以及小兵擊殺 還有極高一籌 這些魔紋已經提升了 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喔 在這一次的裝備調整當中呢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輔助以及坦克系列 大家可以看到 岩盾的裝備已經調整成我之前介紹的 現在岩盾呢變成啟動後 變成一個生命上限 以及以損失生命值50%的護盾 長生護符現在調整成 加200最大的生命值 以及加100點的物理防禦 現在呢改成拖戰之後 每秒回復4%的最大生命 輸出方面所有的輸出裝備幾乎都下調了 像是嗜血弓呢 現在變成加100的物理攻擊 加15的暴擊 加15的物理吸血調整了 提高10點的物理傷害 但是現在的售價變成2550塊了 拘魂鹿現在也削弱了 現在官方把生命下降喔 現在拘魂鹿的整體屬性就是 220點的魔法傷害 300點的生命 10%的冷卻時間 以及20加5秒的回魔 現在裝備變成2000塊 但是我要說的是 這個裝備在少了魔法穿透之後 中路玩家幾乎都不會出啊 所以呢 變成要針對 就要浪費一件裝備 在這件裝備身上了 拘魂刀這一次 我覺得算是一個加強喔 原本的屬性是100點的攻擊力 加上10點的物理吸血 現在變成 100點的物理攻擊 150的物理防禦 以及10%的冷卻時間 售價調高從1800塊 變成了2000塊 斬魔劍在這一次也做了一個 很特別的調整喔 原本的屬性是 100點的物理攻擊 加600點的最大生命 現在調整成 60點的物理攻擊 加上25%的攻速 以及180的魔法防禦 被動技能現在做了一個調整喔 生命低於40%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吸收霍盾 期間內你可以獲得 200點的魔法防禦 而且呢 2秒之內獲得25%的韌性 以及30秒的跑速 護盾持續5秒鐘喔 還多了一個被動 現在普攻時會增加自己 10%的移動速度 聖劍現在做了一個調整喔 現在 物理攻擊降10點 喔不對我做錯抱歉 物理攻擊提高10點 來到了100點的物理攻擊 但是暴擊傷害現在只有40%的 額外暴擊傷害 疾寒之虎也做了一個屬性上的調整 多了10%的冷卻時間 但是物理防禦現在調整成 150點的物理防禦魔法攻擊也下降了20點 我看出這個裝備影響到的只有蘿兒本人而已吧 颯枷這次做的調整呢 就是他的大絕招現在可以五段升天了 各位太棒了 跟王子榮耀爾一樣 飛騰的羽毛傷害也調高了 哇 這版的颯枷一定非常可怕 但是每段的衝刺距離變短 而且觸發成功在衝射時間 從3秒鐘延遲到4秒鐘 被動技能雖然下修了不少 但是之前經過的測試 颯枷在體驗伺服器 真的是人擋殺人 否擋殺否 但是可能會有部分的玩家不習慣了 上天的時間變慢了 而且呢 在現在的體驗伺服器 充滿著秒殺技能 你越慢上天你就越快被擊殺 這是一個小風險 跟大家分享一下 雅蓮呢 這隻狗角呢 唉 官方終於要削弱他了 基礎的成長物攻 以及成長物防都降低了 現在連一技能的冷卻時間都變長了 但是一技能的加成死 加成的傷害直接都變成了20% 大絕招現在可以曝露目標的視野了 哇 這也算是一個加強吧 再來呢 就是非常多高端以及帶打 喜歡用的蘭鐸 現在的被動爆炸印記 已經不會再爆擊了 而且變成一個單體傷害 不再會爆炸了 雖然單體印記的傷害提高 這對蘭鐸來說是一個大師邪啊各位 一技能使用後的閨位時間 從3秒變到4秒鐘 大絕招的陰穴時間 從1秒鐘變成0.75秒 我聽到這個訊息 真的太開心了 我常常被蘭鐸打爆呢 在國外非常流行的大地之職 朗博這次終於再度起來囉 各位 普通攻擊基礎 手感改善縮小攻擊的範圍 再來就是被動技能的效果 現在提高了 還有觸發的時間呢 現在繼續加強 就是他會不斷的觸發 不斷的觸發 一技能的施法這樣子也挑低了 降低傷害最高可以降低 目標25%的傷害 哇 國外要起飛了 但是台版因為朗博 長太醜 沒人想要玩 有沒有朗博的鐵粉啊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支持一下朗博啊 二技能的手感改善 冷卻時間也變弱 啊不對 也變低才對喔 那移除的機制是 擊飛落地後的減速效果 那還有另一個移除的地方是 命中隊友的加速蹲效果 這個其實算是還好 重點是他大絕招 呃 前期的冷卻時間 變成40秒 那後期一樣是30秒 施法的硬直從1.5秒 變成1.2秒 減速比例從60%調整到了40% 新增了一個機制 真的讓他起飛 施法期間是免疫控制的 朗博起來囉 再來就是傳說對決 四周年全新的美娜 起來了各位 我剛剛被朗博影響到了 全新的美娜之前已經介紹過了 所有的技能傷害 全部都調高調強了 大家一定要玩玩看新的美娜 在凱撒路能夠打出一片天 但是弱點還是在呢 就是跟以前一樣喔 非常害怕走位以及多段位移的英雄 零零這個小導彈呢 他的被動技能現在很強喔 他的普通攻擊現在分為 兩次攻擊傷害普攻以及大絕招 會對處於控制狀態的敵人造成 額外30點再加上每擊5點的魔法傷害 額外的部分是沒辦法暴擊的 也就是說現在會不會有00直接出 終日戰斧呢 現在的一技能呢全部縮短 哇這個版本00大加強啊 現在一技能冷卻時間只要5秒喔 在效果結束之後會直接進入冷卻 喔那其實還好欸 因為一技能的持續時間我記得 這算是一個蠻普通的調整 位移距離也提高了 基礎傷害也提高 但是部分的傷害無法暴擊 這點還需要測試一下 爆炸的半徑也提高了 現在呢新增的機制就是以前 被動在淋你死掉之後 會丟出一些炸彈對不對 現在呢一技能放完之後 原地就留下一些炸彈 造成物理傷害並造成對手的減速 新增一個機制就是血條上方有計時條 會讓你更方便知道你的大絕 你的一技能什麼時候才沒有 二技能呢射程呢也提高了 冷卻時間前期調整後期一樣平衡 移除的機制是沿路的傷害 以及減速效果移除呢 擊中目標英雄之後 減少冷卻時間也沒有了 但是現在呢碰撞到敵人將會停止 而且這個零零的幽幽蛋 是可以穿牆的哦 大絕招呢鏡頭拉高改位 螢幕下方會有個計時條射程降低 但是各位 傷害也降低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對手遭受到控制 被大絕招噴到傷害會提高哦 那現在大絕招也沒有減速效果 但是新增機制是可以觸發 普攻的被動效果 哇哦 一個寒冰法袍的玲玲 我一定要試試看 哈哈哈哈哈哈 這次改版呢 有一隻要非常值得注意的英雄 就是佩娜 你一定要玩玩看 又覺得他技能變得非常好玩 被動技能現在移除了 受傷時的反彈傷害 新增的機制是受傷時 自身增加25%的移動速度 目標會減速25%持續1秒鐘 另外在你受傷的時候呢 每0.5秒會回復自身4% 以損失的生命持續2.5秒鐘 一技能現在所有的冷卻時間 都會變成10秒 效果結束之後才會進入冷卻時間哦 另外就是二技能的冷卻時間 他會隨著等級提升而減少 而且施法的僵值 現在從0.8秒變成0.333秒 暈眩的時間從0.75秒變成0.5秒 這個我在體驗伺服器用起來 真的是非常強 而且用起來非常快非常的舒服 大絕招取消了施防的僵值哦 那現在移除機制是持血傷害 以及陰血效果 新增了一個我覺得超強的機制 立刻給隊友一個吸收400 點到滿會有800 再加上0.6魔法攻擊的護盾傷害 接著每秒回復 4% 5% 6% 再加上0.4的魔法傷害的 %數以損失生命 如果隊友呢生命低於40% 護盾再提升50% 滿滿的治療佩娜超強 這一次的調整之中呢 諾可西也有被調整哦 諾可西目前1技能的傷害 以及開啟2.5秒後的兩倍效果機制 官方希望鼓勵他多去貼身爆發哦 所以基礎的移動速度從360點 變成了380點 另外1技能的魔法傷害現在提高 但是不可以疊加 天啊這個調整真的讓人有點尷尬 另外就是2技能的 吃法的冷卻時間有調整了 一點點但是使用起來應該無感 另外就是2技能的護盾值 現在調高了哦 新增一個機制 觸發會造成魔法傷害 但而且還會添加火靈印記 大絕招的冷卻時間整體改高 但是吃法的硬直從0.5秒變成0.2秒 魔法傷害也調高了不少 算是一個非常平衡的改動 另外這次比較有趣的改動英雄 我覺得是奇羅哦 奇羅現在大絕招已經不能隱身 但是他在牆內是免疫控制的 冷卻時間官方呢 現在點到滿40秒 就可以讓你直接放一次 被動調整最多的地方是 普攻的魔法加成從35%調整到了40% 移除了分擔傷害 也就是說奇羅現在 團戰終於不怕打一群人的時候 傷害被分擔到了哦 另外1技能的減速效果 現在是固定35%一個大buff 冷卻時間也做了一個平衡的調整 雖然落地時間的傷害現在變低哦 但是不要忘記了各位 前面有說的傷害分擔已經移除了哦 1技能的傷害分擔也移除了 所以現在呢踏到兩個人身上 哇 哇 奇羅一個傷害 大爆發 各位 另外呢 呃 2技能的邊緣暈眩機制 會被非英雄的單位觸發了 還有就是2技能的路徑傷害 現在也變高了 哇哦 三角形傷害算變低了 但是因為被動效果的提升 所以其實沒有算調整到多少哦 各位